当地时间1月15日 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 一架载有72人德克基 在尼泊尔西部城市伯克拉坠毁 至少68人遇难 目前仍有4人失踪 前一晚一度暂停的搜救行动 16日当天恢复 1月16日 部分遇难者遗体抵达当地太平间 身穿防暴装备的安保人员 站在停犯空难遇难者尸体的停尸房外 现场人满为患 部分群众情绪激动 根据尼泊尔民航局发布的声明 这架客机当地时间 当天10点30分左右 从首都加德满都起飞 前往伯克拉 时时50分与地面失去联系 市值航班共搭载68名乘客 和4名机组人员 其中包括15名外国人 暂无中国公民上网报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